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我主动的借口 幸福是靠自己追的 时间是自己放纵的 身份在手中被牵着 也许有天他就断了 梦是随时灰心的 迂回冲动的掉落 心动是意外的结果 没有爱情也不放过 幸福是靠自己追的 时间是自己放纵的 甚至在手中被牵着 也许有天他就断了 梦是随时灰心的 迂回冲动的掉落 心动是意外的结果 你也爱情也不放过 说爱我 来啦 苏金北 苏金北 有胆子承认 没胆子 那这边不是人吗 苏金北 我警告你 离我们 这里是医院 你要是再口闹我 我就报警 苏金北 你这个不要脸的坏女人 苏安 不要脸你 我告诉你 走 放开我你 怎么了 没事没事 先回去休息吧 没事 苏小姐 我想你也看到了 你赖着不走 已经影响我们医院的秩序了 所以请你 尽快办理住院手续吧 你赖着不走 你赖着不走 你已经痊愈了 那我要是不走呢 那我就退婚 我她们把我给你这儿脱褥子 我给你这儿脱褥子 所以你们叫我 这儿脱褥子 让我给你了 你来 你快了 你再上屎 你把我给你了 你再碰到吧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你早就知道我是谁了 还一直装作不知道 很有意思似的 我没有在装 我只是没有找到 合适的时机向你摊牌 是吗 是 而且我原本以为 你不知道我是谁 现在看来 你也早就知道了 不是吗 那又怎么样 对于一个缺席订婚宴的未婚夫 我完全可以当做这门婚事 根本就不存在 据我所知 苏小姐好像也没有参加订婚宴吧 废话 我那天都出车祸了 还怎么去订婚 那既然如此 咱们谁也不必指责谁了 周医生 你应该很排斥这门婚事吧 我没有这么说过 那你为什么要拿退婚来要醒我 那是因为你已经痊愈了 还赖在医院不走 你影响了其他病人 也影响了我们正常工作 对 我影响完周医生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比天大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明明知道我是谁 还在我受到攻击的时候泼冷水 甚至拿退婚来要希望 周医生 你对这桩婚事的态度 我想我已经十分了解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行李 谢谢啊 好 我愛你 昨天那个人是你吧 当时你正处于术后麻醉状态 意识不清 做出出格的事情也很正常 我不怪你 谢谢 但是我没有吃小夜的习惯 你赖着不走 已经影响我们医院的秩序了 你赶我走 谁啊 就知道他不会不关我的 你不是说要退婚吗 呜 你不是说要退婚 我不是说要退婚 过来 另一只 好 闭上眼 你温柔的身心 不经意活动我心圈 靠近点 让猜疑便实现 用你入我怀里为你更重 平时冷冰冰 被想的干活还挺贴心的 为你做分 当雨 为你坚定不移 怎会让你出现寂寞表情 为你反思故事 也在所不惜 比时间为你也有守护你 你会讨厌娱乐圈的女孩吗 不讨厌 她平时挺吵的 你会觉得她烦吗 可能 不会 她 有很多绯闻 但其实她跟那些男孩 真的没什么的 你会 相信媒体的那些 普风捉影吗 不会 很 这两天少走路 注意不要沾水 知道了 外面现在天寒地冻了 要不然你留下来喝杯热茶吧 没事儿 我们家冰箱里还有很多饮料 我去给你拿 手入你是我一生的意义 我记得还剩很多 哎 你就 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呀 看来要融化这座冰山还是有点难度的 我得再去找外员帮帮帮忙 哎 你时间为你也要守护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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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人家不是想你吗 小兰 脚伤还来我家 肯定有事 老实交代 我脚没事 我来是关于食运的 都叫食运了 不是说好三天搞不定就收手的吗 都这么久了 你说话到底算不算啊 算算算 我不是答应你去演那个莫尚烟雨萌吗 都是我家族那里好好表演 这还差不多 不过你这脚确定没事了吗 真没事 才给我看过了 谁啊 扫门够大的 楼下最近搬来一个二傻青年 每天来几首朋克 烦死了 你们去跟他说说 我才懒得理他 跟你说正事 关于那个周教授 我就是不服气 怎么有人能见到我苏金北的不低头呢 我一定要让他爱上我 帮帮忙嘛的大人 你都搞不定 你都搞不定我怎么办啊 我怎么办啊 像上次你 上次 哪样 你之前不是给我个情报吗 说他特别爱吃醋 特别恨 我 能不能 慢走 不送 好 我这不是什么都还没说吗 火气那么大 就你这吊吊 屁股一撅我就知道你要干嘛 我告诉你苏金北 我做过的事情不可能再做一次 绝不可能 那又什么的呀 你就再去跟那个小远送吃个饭 再喝个酒什么的 第一次 把你东西拿好 我 那你就是 好好去跟他说一下吧 吃个饭我不难 再见 你小心我 那个戏我就不去了 随便你 小傻瓜的男人 哭着哼着青春 能不能小点声唱啊 大周末的鬼叫什么呢 烦不烦 什么鬼叫啊 我这个叫海豚音好不好 要做海豚去大海 在这儿乱吼算什么本事啊 只要你心中有大海 到哪儿都是春暖花开 好像说得有点道理啊 现在的女人 一点音乐鉴赏能力都没有 不过这声 怎么听着这么耳说啊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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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嗯 好 嗯 嗯 我 我知道现在已经很晚了 但是 您帮帮忙行吗 别吵了 烦不烦啊 不是 我不是说您 那个 我给您加钱 三倍 四 喂 喂 哎呦 谁啊 烦不烦啊 怎么是你啊 我不是在做噩梦吗 你才是噩梦呢 不是说好了江湖路远 再也不见吗 怎么 怎么都知道家里来了 我怎么就知道你家里了 我住你家楼下好吧 你跟周医生是大学同学啊 班长 给 对啊 我们大学是一个寝室的 那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开始的时候啊 他都不太搭理了 半年之后吧 我们才慢慢开始熟络起来 那这么说 他就是一个慢热型的人喽 算是 哎 问你个事啊 嗯 周时韵跟你们家苏京北 到底是怎么提上亲的 难道 是传说中的 只妇为婚 这我可不清楚 你可以去问周医生啊 你们不是老铁吗 他呀 不想说的话 怎么问他也不会说的 哼 看来你们也没那么铁嘛 那苏京北不也没告诉你吗 塑料姐妹花 好好干你的活吧 好 我开个水盘试一下啊 大功告成 肖帅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这么厉害啊 过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 得把它拴紧了 对吧 不然它一直自水 嗯 嗯 嗯 我想为你唱一首歌 的自己 我现在的生活 你 你 我错了 我 我错了 夜光向灵魂在搜索 怎么去爱怎么去生活 枯萎的花又掉了几朵 又掉了几朵 小傻瓜的男人 哭着喊着青春 踩着心底的伤痕 把爱情当作斗掌 没有欲望的声 就没有热情分身 默默不清的眼泪 才不忘浪费自首 来呀 姐姐快来呀 加入火热的夏天 来呀 姐姐快来呀 加入火热的夏天 大冷天的你还喊热 你是不是在发烧啊 没有 没有 园长 我这个就是年轻人火气旺 那就想发降降温 别头脑一发热 你给我添麻烦 是是是 我马上就去停尸房的冰库里 凉快凉快去 不是我说你这小子 你 你怎么天天跟我嘴皮 我让你平 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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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术报告呢 我晚点再给你 好 好 臭小子 这老头 你看 每次见我都没有好脸色 对你却满脸的慈爱 真是同人不同命 心情不错啊 看来昨晚睡得挺好的 昨晚啊 确实不错 是吗 不过 昨天晚上跟他说了一些你的事 而他 肯定会去告诉你的未婚妻 而你的未婚妻 肯定会来找你问一些事 是吗 我这样子 应该不算是出卖朋友吧 算 那怎么办啊 扎不了 我请你吃一顿大餐没 好啊 那行 中午食堂见 滚了 加一个 最多加一个豆糕 我去吃一顿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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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送你五个字 什么五个字啊 任务细无声 你能不能便宜大星导 给我穿什么雅咪 我还得叫周公啊 是周公啊 不过是另一个周公 你说的 不会是周时韵吧 对啊 我跟你说 友情提醒 现在你最好用的招就是 润物细无声 不动声色的 慢慢来 真的假的 你从哪儿得到行吧 这个嘛 一开始的时候啊 他都不太搭理我 半年之后吧 我们才慢慢开始熟络起来 那这么说 他就是慢热型的人了 你就不用管了 我自有我的渠道 这个周医生是个慢热狂 所以你要用温水煮青蛙 慢慢地感化他才行 原来是这样 是 那我明白了 小阳 这是什么 我把类子打错了 打错了 一个医生最重要的就是关注细节 一个微小的食物很有可能影响病人的健康 甚至是生命 把眼颈变成习惯 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对不起老师 我以后会注意的 老周 你的快递 不是我的 这上面写着你的名字的 这包裹有故事啊 小张啊 你这报告格式不对 回去重写 是 老师 不就是个格式吗 重写至于吗 我知道 现在是小问题 以后就是大问题 对吧 老周 放轻松点 你看 人家随身都被你吓着了 人家随身都被你吓着了 老师 我们先走了 去吧 不过老周 还挺注重保养他 最近天气干燥 保护好你的盐哦 最近皮肤挺干的 刚好用得着 下来 放下 自欺乃劲 小气 小气 谢谢 脚好些了吗 无人 我脚伤好了 不用担心 星系开机了 祝我开机大吉 也祝你事事顺心 谢谢你的面膜 一时备备准备热水 知道了 苏老师 拍照了 走吧 走吧 小心点啊 来 苏老师 这边 我会好好拍戏 我放心 来来来 来来 拍戏打 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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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老师 下宋 会否跟随备 找成 桔 sweating 饭 近未姐站中间 来来来站上 谢谢啊 应该的 开机大吉 看什么呢 这么开心 看什么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没事吧 这高子腾怎么回事啊 卡刺几败条 明明是你在戏里面燃风寒 他却一个劲地咳嗽 也就你最实诚 他一上午吃了十几晚饭 换做是我 早就发飙了 胃疼吧 有点 你说你装什么装 难受就难受 你这么大度 他根本就不长记性 在剧组嘛 他生病了拍戏也不容易 得过气过吧 我怎么觉得 他是装病 没想我吧 在干嘛呢 在干嘛呢 专心拍戏 好的 姐 新剧本 这场马上要拍了 您快看一下吧 您快看一下吧 进 周医生 院长找您 好 我知道了 您俩好长时间没有见了对吧 高兴的开心的热情的 好 然后坐在这儿以后呢 他会陆陆续续地进这些丫头婆子上 好 最后他们站在两边就可以了 好 拿出那种 好的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拿出那种主子的威艳来 好嘞 走着舒服就可以了 是这样吗 对差不多 行 你要不要喝点水 没事吧 行 没事没事 一会儿就好 还真是干嘛 别人都说呀 你是咱们崇光医院的第一把刀 那我问你啊 你说你这把刀 跟我这把刀比起来 哪把刀更厉害 当然是您更厉害了 对对对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刀啊 刀什么时候 它都是老得快 你说是不是 所以啊 这回这个手术呢 难度一般 就还是交给你这个 小刀去做吧 好 加油 别让我释放 妈 看来 他还真不是装的 我就说嘛 哪有人愿意平白无故的 弄那些猫腻啊 你也别这么快下论断 这世上见不得别人好的人 多了去了 亡人之心不可无 放心 我有狄大人这个 干练周密的女超人保护我 我的心可以随意放飞 金北姐 你在吗 我去开门啊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一会儿我们有场姐妹对决的戏 我想跟金北姐对对情绪 拜拜 来了来了 好啊 快上来吧 外面风大 小心咳嗽又该严重了 我就站这儿就行 别把病毒传到你车上 那我下来 不用 这么说话挺方便的 一会儿这场戏呢 姐姐最终怒从中来 扇了我一巴掌 那你是想让我 打你的时候继位吗 不不 正好相反 姐姐应该有自己的情绪发挥 所以到时候就真打吧 怎么真是怎么来 好 拜拜 拜拜 石月娜 你做事情一向是谨慎认真 这个手术台上 可千万不能 跑神啊 时时刻刻都不能分心 跟领导谈话也是一样 哎 石月 您刚才说什么 我说这回这个手术啊 你还真得重事起来 这回这个病人哪 可是咱们医院的大股东的 小姨妈的舅舅的二标题 生病了还这么认真 高祖通真的很努力 要是我的话 早躺在酒店里睡大觉 哎 哎 我怎么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 你得让我想想 你有什么可想的 是我扇他又不是他扇我 有这时间啊 还不如睡个美容觉呢 嗯 没发出去 哎呀 不好意思 刚才在忙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也要好好的 放心吧院长 手术我已经准备好了 没问题的 最近这是怎么了 我 姐姐 人生本就苦短 爱别离求不得 你又何必太过介怀 你恨我 大可以向我计较 却为何 要向一个拆还下手 你若喜欢 我可以帮你去跟老爷说啊 可灵儿何故 你竟对他像如此毒手 他寒恨而去 竟是为我 对 就是因为你 因为你自诩良善 因为你该争不争 你到如今都是一副 高高在上的模样 金银财宝你不稀罕 老爷宠卷你不在乎 在这赵家大院里 处处机关 明里暗里又有多少暗算 姐姐啊姐姐 你能在大奶奶胃上安枕无忧 最应该感谢的人是我呀 若不是我当激励段 除去了你的绊脚之石 何来你我今日荣华 对了 他在临死的时候 还念着姐姐的名字呢 他还以为 是姐姐对他下的毒手 就这样睁着一双眼睛 死不瞑目 你无痴 卡 再来一条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来来来再来一条啊 对不起导演 三二一 开始 你无痴 卡 你无痴 没打到 再来 你无痴 对不起 再来一遍 来 录 你无痴 卡 再来 你无痴 停 没事吧 没事没事 这怎么回事啊 前面状态都挺好 这最后一条过不去了是吧 死痛感冒也就算了 苏老师你怎么回事 怎么也跟着咳嗽伤吧 对不起啊 我 对不起导演 一定是我把感冒传给了金北姐 是我生病拖累了大家 要不再来一条 再来一条 快点 金北姐 放心打吧 这次咱们一定能行 好 好 走走走 来 预备 来 录 三 二 一 开始 你无痴 卡 卡 手工 谢谢 小心休息一下啊 来 停了 太好了 是 那就行 走 好 姐 快 走了 出大事了 怎么了 你自己看 嗯 苏金北片场欺凌后辈 致使女艺人高子彤 当场毁容 哦 苏金北这次可麻烦了 是啊 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 她很和爱可亲啊 怎么能打人呢 谁知道呢 指人指尼 听说没 上次来医院里有八卦张老师听见骂你 看也随便聊聊了 那也不行 姐 要不咱还是去趟医院吧 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管我 那行吧 那你回去好好休息 一定要多喝水 放心吧 行 这屋里怎么这么冷啊 怎么停掉了 哎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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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 是在片场吗 声音怎么这么小 在家 我病了 什么情况 严不严重 为什么 这是感冒 喂 苏静北 喂 喂 苏静北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苏静北 你要是能听见的话 就快点跟我说话 喂 喂 那天我刚好经过 阳光正闪烁 落在你淹没 嗯 你什么话都没说 无声的沉默 是你的温柔 我 我曾是珍重难过 而你是容颜烈火 将我的花围 将我的花围 我只想待在有你的角落 爱上你的我 似非我俘获 贪恋着执着 像是随着夏季凋谢的陌落 你一笑而过 此心逐笔墨 我只想待在有你的角落 执着 像是随着夏季凋谢的陌落 你一笑而过 此心逐笔墨 我只想待在有你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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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笑而过 你一笑而过 你一笑而过